大家好,欢迎来到BBD解说三国沙国战 今天咱们带来四局蜀国主视角的录像 录像也都非常的精彩 一起看录像吧 第一局 主视角玩家的ID叫我爱吃星焦 七八区的玩家感谢他录像 这边只有一个组合 大月亮组合 这个大月亮组合 这个字不用说了 强度非常非常的高 这边看一下他是怎么打的 他的备选框里有毒菜 也就是说这牌不会担心吃菜了 如果有逃跑的可以放心的杀 不然的话 有逃跑的最好不要去补刀 这边一开始 这个场上人就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什么曾经某个组合EV7怎么怎么样 当然EV7的组合 我的视频里也出现过一些 比如说老汉推车 什么李脸刷一波 袁绍射一波 这些都是有可能的 几手没有人动 顺一下顺个武器 看看谁最先发难 普天王土 这帮人一边聊一边土星星 南蛮入侵 就各种土星星 有人出来了 有人出来了 节奏就会变得很快 是吗 还开OE 丧心病狂 看起来不大像无 因为那边已经开个OE了 他这OE如果他是无 他完全可以留手里 我觉得没必要这么乱放 只能说看起来不像我 然后两个装备就全挂起来了 还是个四血五 这边由于手里没有基本牌了 索性装个腾渣得了 保命 这边直接杀司马前面的 而且是三血不卖的 直接就是跳了一个非常名的魏国 好 鲁肃表示忍受不了你们魏国的摧残了 我果断亮将过过牌 给我爸亮吧 亮了 你去搞99 把他搞出来 他肯定是个魏 顺一下 双头貂蝉 就看是不是卖血的 好 卖血组合 郭德纲 郭德纲的话 你就比较弹腾了 基本上 决斗一下也就废了 当然决斗司马也没什么好果子吃 所以这个貂蝉双雄 基本上死人一个了 就看他有没有队友带他躺赢了 好 这边还有一个魏国 局势非常的不好 如果说再出一个位 就非常非常难打了 只能指望这个诸葛月银一波大发了 好 这边还是真基司马 那更强 真基司马 郭德纲组合 这个都是比较强的组合 也比较恶心的组合 不太好杀 现在就看暗将了 还有看看约晋另一个武将强不强 比如说他是个张辽什么的 那就更麻烦了 能过乐 不能过乐的话 二张就发财了 发大财了 冰一下下架 没有问题 杀一刀下架吧 如果没距离 有距离就杀鲁肃 这边牛魔王出来了 牛魔王出来了 他如果 卖血可以钢牛魔王 杀一刀 没距离 有距离就杀鲁肃了 肯定 你给他塞个五五封灯 干啥 你就为了下回合多剪牌 没必要 你给他塞个五封灯 他一会还能改个乐啥的呢 你看是不是 这简直有意思 你给他塞塞牌干什么 给他塞一张红桃牌 对他手牌是一种保护 另外还能改乐 哎呦 有意思 顺个盾 另一个将不亮 啥玩意儿啊 卖血的 操操 还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 许蜀 搞不懂 随便打 泰尔兹出来继续打魏国 这边的话 咱们肯定可以亮了 但是不要亮月鹰啊 因为你现在这种情况 呃 还不不至于到非得月鹰出来 拯救世界的局面 亮个诸葛亮已经足矣啊 可以限制下魏国了 先看看形势 这边拿个桃子 拿张沙吧 然后空一下 那边国家的牌 拆了刀 然后过了 杀是肯定不会杀的 兵他也没意义 那边司马 真机也能赶 好 还送来一个桃子 传递过来一个桃子 哎呦 这么多拆啊 卢大师要贵啊 杀一刀 肯定这会儿还是全面打魏国啊 就算你藏个将 这会儿也顾不上 主要魏国现在太强了 没办法 必须要全面控制魏国 这样的话 真机的牌应该会被撸了 真机当时把那个桃传递出来 就是让这个国家赶紧吃了 防止被撸 这边这个越境很可能成为突破口啊 也不是个卖血的 那他基本上就是突破口了 团队突破口 下一个回合估计上要贵了 呃 这个月境看见那边是黄中 就是反正闪也闪不了 不如萧国泥下 发挥最后的余热了 对吧 这个也没有问题 妈的妈呀 再起 再起有红沙吗 并没有 并没有扔闪电锅吧 鲁肃也不给孤正了 哈哈好吧 你给司法都固正 都不给孟霍固正 我先休息一会儿 你先休息一会儿 休息啥呀 一会儿被撸了 还休息呢 看泰尔斯怎么玩 死不掉了 死不掉了 你要被撸了 拼点啊 拿这个破五五风风去拼 肯定基本上没什么杀了 或者或者是或者是手牌 可能有桃 因为有真机的牌嘛 对吧 这边咱们主视角开始了 开始了进行这个空底运动 其实啊 是这样啊 其实诸葛月英啊 这种空底处于间接的给自己虚报 我之前也做过一拍录像了 你可以理解为间接的给自己虚报 但咱们正常打一般会玩人手牌 通过只能通过手牌虚报 而他这种就是间接的把这个排库排队底当作自己的虚报空间了 增加自己的手牌上线 反正现在不是亮的时候嘛 一会儿先拉下拉下一些锦囊 然后等大概时候感觉到排队里差不多可以出来的时候再出来就OK了 因为他拿一个兵 他要兵真机啊 因为这个时候你爆发也并不是什么很好的时机 厂商这像郭德纲啊 真真机啊 鲁肃这都是满血 你等他们都残了 打着打着都残了的时候再出来爆发 一下把他们都打死 这边直接耗尸了 对 直接耗尸可以 地盟的话没啥赚的 而且泰尔斯刚才那牌本来就是真机的牌 很可能有桃子 继续削 间接虚报其实就是 给自己增加虚报空间 本来正常的武将一般最多也就是虚报四张牌 乐一下 有红沙吗 九 有红沙了 这样的话越近应该是去了 没桃子了 而且有也没必要救了 救他干嘛呀 不救他 他死了以后 这个局面变成两属两卫两无对吧 可能就是魏国并没有之前仇恨那么高了 当然以路人这种仇恶的心态 加上这个魏国这个确实比较恶心 肯定他们还会打魏国 这泰尔茨已经巴掌牌了 拼点没听过 那就继续蹲 我估计他们应该也差不多能估摸出主视角是月鹰了 这边的话他拉下一个无中 南蛮的话可以自己放吧 通过南蛮压一压这个场上人的血 也是可以的 反正反馈啥 刚烈都是孟霍去挡着 让孟霍去挡着好了 这个时候就没必要去拿无中什么的 没什么用 趁着这个真机手牌少还能压一压他 这样撸孟霍一张 也挺好 哎呀 卢宋你就别顾正了 你还顾正啥呀 还顾正 你还给他牌 现在局势都这么均衡了 你还给他牌 撸也没什么好撸的 你撸你把鼠子撸给魏国吗 那也不好 对不对 毕竟养魏国就如同养虎为患 这边我这边理论上来说 他们应该是肯定都想先打死鲁素 毕竟这种局鲁素是不让他活到后面的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打死鲁素 然后再把诸葛弄死 因为诸葛首先他不晾将 对吧 其次诸葛不太好弄 也弄出来了 继续杀鲁素 这边黄中梦霍 看看得了 看看认了得了 不要瞎掺和了 手牌也不易出 瞎掺和什么 让泰尔斯自己去杀 咱们就关注一下排队底 差不多就可以了 大概拉下排队三张牌了 如果没记错的话 反正大概也不用那么精确 大概你知道差不多到排队里能爆发的时候 就爆发就可以了 这边是单杀司马基 你不愿意拉蜀国仇恨 远郊进攻可以拉下 过拆 你要愿意这个时候拆点什么东西呢 拆连弩可以 要拆什么拆八卦阵啊 拆八卦阵也行吧 就寒冰剑 对 可以寒冰一下 一代劳就没必要开了 因为你要关他的牌嘛 卤素还固正 固正的产产产啊 不要固正了 这边他杀掉卤素的话 可救可不救 救不救都可以 救吧 就是让他感恩于你 这个毕竟感恩节快到了 让他感恩于你 让他帮助你 帮助你弄死这个真机 因为这个真机威胁比较大 真机死了 其他的都好说 反正快到排队底了 给个泰尔茨这个连弩 一会儿到排队底 自己通过爆发 可以把这个连弩搞过来 很简单的事 都不是事 这边他有借刀 不过他可能借不来连弩 连泰茨茨会出杀的 其实也可以稍微 就是控一下真机丝马 就控理的时候 就是把黑排和红排 间隔的放开 不要让一种颜色 就是占据大幅版面 这还支起支笔看手牌 还是几个意思 有啥好看的 看来你就不杀了吗 你不还得杀吗 你管他 你管他呢 该杀就杀 对吧 而且鲁肃留一张牌 过了那么多牌 留一张牌 肯定是防御牌 你该杀就杀 你借刀是借不来的 那边泰茨茨肯定有杀 肯定也不会给你 对吧 基本上下一轮可以爆发了 因为这个真机丝马马上就死了 就算这回合救一下 他也就是最多一张牌 这边郭家 夏威敦已经没逃了 就是说是可以爆发的时候了 然后把这个真机丝马 鲁肃都在走 这局基本上就稳了 先看看 这不都是锦囊吗 随便拿了 桃子啥都没有 拿两个锦囊 这边还有仪在牢 基本上可以刷到排队里的牌了 然后之前那些什么吴东升有远交进攻什么的都可以搞出来 然后这一波爆 旁边反正有连弩嘛 这边有顺手 这些顺过来 剩下就是表演时间到 表演时间到 这边怎么着都行吧 你先顺或者是先过牌怎么都可以 反正后面这些牌都是你的 这个过差啊 什么火攻 吴东升游 远交进攻 这些牌就顺便 就把新牌堆又洗出来了 新牌堆再洗出来的话 紧张的密度又增大了 因为如果你从一般情况下 你如果不控底 牌牌 就是每个合格都拿好牌的话 就不间接给自己虚报的话 到牌堆里的话 一般就都剩一些烂牌了 以杀为为主 可能到牌堆里的时候 就并不是并不是很好 其实大家用诸葛月英兽 也可以多尝试尝试这样 就让牌堆里为你虚报 找主要是找到一个合适的爆发点 这样的话就随便打了剩下 刷刷牌 基本上牌堆都可以随便刷着玩了 刷完了 然后围弯这个锅的钢就可以了 能剩下的话 不要乱放AOE了 或者什么的 就围观他一下就可以了 稳一点 稳住 等乐 等到乐的话 有乐的话 然后空一下就可以了 脚压到一血 给他乐住 手里留好无限 他是翻不了的 这边黄中有乐吗 这么打 果然是有乐 那就空一下乐就好了 这边只要空住乐 反正第三张牌空住乐 就不要动了 这里边留个无限 只要不让他出来 那边空一下他的乐 这样就游戏结束了 这局黄中也是发挥不错 再看一局 这局主持久的玩家的叫一亿 中间那个字念什么 不认识 火星文 一区的玩家感谢他的录像 这边 这边赵云抱小孩 还可以 但是说实话 其实赵云抱小孩并不是很强 挺弱的 那边三血猴子也不厉害 刘飞赵云其实挺不错的 看似 看似弱 其实可以隐藏到后期 比较容易活到后期 这个武将 好 这边打脚飞 直接亮将 开始干 有人躺枪了 只要这种爆发武将亮了 周围的人都是心里一阵胆寒 没办法 大家谁都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对不对 遇见了 你就自认倒霉就好了 这边被一顿干 然后就出来 真机 真机也是惨 遇见人大脚飞加马超 还有张和 投一发 投张飞和夏甲 这样是对的 因为夏甲马上要动 是有可能对你造成威胁最大的人 离你最近 看他打不打张和 他挂装备过了 也并不想做什么动作 这边挂加一挂连弩 挂连弩 你不怕真机撸走吗 真机撸走怎么办 借刀杀鼠而不杀位 那你肯定是个位 因为你我觉得你如果是瞎势力 你就借刀指上加挂连弩 你没必要去指指向性 那边区别的指向性 你既然要区别的指向性 说明你的身份就是有倾向的 而且从理论上来说 真机张和明显比爆发过大脚飞要强 小乔 好的 谈的不错 谈真机也行 谈这个案子也可以 好 案子果然是个卫国 直接出虚晃 开兵 这边咱们这么弱 也没什么可干的 直接快个狮子过就可以了 你也不能干啥 你出来给张飞 给张飞一张杀吗 也没啥意思 这种队友 但是先不要管他 让他自己发挥去好了 也不要出来拉嘲讽 这边把狮子都给顺走了 刀换了换了一把刀 这个人明显就是不想动 也不想杀 也不想出杀 因为你看他有武器 而且他有仪带了 他肯定能找到杀 但是他就是不想动 便开武骨 先拿妈 对吧 无中是跌倒是妈 好 交缠出来了 这边他只能离见许晃和张飞 那边都是女 不过我觉得你这出来没必要 你就出来不拉仇恨 你管他们 离见他们干什么 让他们自己打去 这边大吊飞也是屌 不闪吗 真机 趁着他盼黑赶紧闪 有酒 还剩一张闪 这回你闪都闪不了了 之前趁着黑赶紧闪 就算他灌尸府还废他两张牌呢 对不对 反正张飞很需要杀 手里是什么 是一张赤兔马 骑着赤兔 驾鹤西游去了 好吧 不过张飞这么打也是个打工的命 说实话你要没队友你这么打就是个打工的命 打工仔 专注万年打工仔 你没队友的话 这边这189也是 这189和157都是那种不想跳身份的人 所以这种人就需要支一支笔来看 不然你搞不懂他们身份 这边还是扔个闪过就可以了 场上局势非常均衡 我觉得能闪比较好 首先赵云本来杀就可以当闪 关键时候拿杀当闪也可以 对吧 另外的话杀你万一 比如说你一会儿想要包养张飞 你还可以给张飞 闪你给张飞就没用了 这边顺一下陆逊 陆逊就非要出来 没必要 你让他顺了 你出来这一下 倒霉了 你这个人本来四国均衡出来 对吧 拉人数人头一看 你无过多 先把你剁了吧 反正这有一个大型打工仔 大吊飞 对吧 就反正他拼了命打工 对吧 哎呦 你这陆逊真是小不忍 择乱大谋 他顺你就顺一下呗 让他顺嘛 又能怎么样 这边鲁大师也出来了 好事一发 刚才赵云还是刘杀比较好 就是除了我刚才说那两点原因 另外刘杀的话 两杀是防两南蛮 一闪只要防一个万箭就可以 对这样的流排比较好 你万一需要给张飞的时候 你给出杀有用了 给闪就没用了 对吧 陆讯反正一顿磕淘 这张飞啊 就真的就是打工 你没队友 说实话 你要是没队友 你不妥妥也打工仔吗 你在那扛扛扛一顿杀 谁出来谁出来哪个国家 多你就先把哪个国家砍了 然后呢 你自己呢 你自己就死了 莫名其妙就死了 然后走了 打完工走了 这边这个不卖血 现在就剩189了 从来没跳过任何身份 一见 陆讯也去了 陆讯也去了的话 从厂商的降面来说 你只知道自己跟厂商的名字三个人都不一伙 所以现在威胁最大就是暗降 你一定要想办 要么你就啊 这暗降直接亮降了 选择黄月鹰 这黄月鹰也是选择了压暗 也是会玩的 知道压暗降 那打的不错 知道压暗还是不错的 这这这这一手黑牌啊 有点屌 好 接下来就看谁先发招了 现在打死不能亮啊 因为你亮了 他能把就把月鹰给坑死了 这种局啊 我建议啊 要么就是等摸知语知笔 要么然就是你按着死 兜皮亮了 好 因为你亮了 你很可能把月鹰拖了进去 你要是按着吧 你按着死 大不了就死了 反正你留被赵云 对吧 死了黄月鹰 最起码黄月鹰现在状态好 他会好过一点 他看起来比较弱 对吧 最起码会好过一点 可鲁肃就是 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包养黄月鹰啊 你这个这么到处拉仇恨好吧 又顺貂缠 又拆虚晃的 当然他可能怕比较怕虚晃 好 这边月鹰来吃一只笔了 那这就好说了 那这游戏就好玩了 鲁肃既然给牌了 就继续拉拢鲁肃 好 这边这个月鹰是个会玩的人 果断装身份一波 把这个貂蝉和赵云凉起来 这样从别人的视角看起来 按件好像是群雄的样子 对吧 你想啊 就是他看过以后 首先去连 别人觉得他不是属 然后如果对吧 如果他是无 他肯定就直接连鲁肃 然后这样暗示对吧 或是位或者连徐晃 搞就是现在弄了他 搞成群雄的样子啊 当然至于鲁肃和虚晃信不信 那就是其他的事情啊 至少现在他们应该还不会打 先忍着 反正坚决不能出来啊 这边月鹰还来顺啊 把盾顺走好的 要装就装个逼针啊 要装就装个逼针 反正装着自己没距离 其实他刚才有距离 但是他就没挂 他扔了 又把无流箭 这样的话 鲁肃是比较怕徐晃的 徐晃呢 其实也怕鲁肃 都一样 哎 你连这边他也 顺势于装给乐住 哎呦 演戏就要演得逼真啊 你说别人 别人也没法看 怎么看 这确实是在互搞 对吧 只不过两个人都没有距离 杀不到 又顺又乐的是吗 你说到底信不信啊 反正这边刘备赵云是坚决不搞其他人 因为你 因为你一搞其他人 你无论搞虚幻还是搞貂蝉 立刻虚幻和貂蝉就得掉软枪口打 你都藏不住了 你要搞只能搞黄月英 不过这个黄月英另一个量始终不亮 有大概率可能是这个凤厨 这边他们开始疯狂搞鲁肃 鲁肃表示你们都疯狂搞我 只有月英不搞我 我要拉拢月英 又给了月英一堆牌 然后月英 月英也不吃你这一套 因为人家是有队友的 果然杀了一道 让你谈一下 然后就不谈 你看 其实啊 月英这有武器 不挂武器杀案 这样 当然了 可能在别人视角 可能觉得他喜欢连弩啊 因为连弩有可能一波爆场啊 对吧 就这月英就是不挂场武器 就挂个连弩 反正也打不到 你们看着吧 这样的话 大师这个要被围殴了 如果兵重的话 很可能 兵天度了 如果兵重的话 很可能就被弄走了 这边他也不给耗施了 不对 他刚才只有一手牌 他可以给自己摸牌的 他可能没注意天度了吧 好 这边甭管 反正开开南班 他爱谈谁谈谁 存了一手锦囊 这边国家也出来了 国家出来更有嘲讽 国家虚广本来就很强 这边就存了一手锦囊 坐等一会给月英了 一会等死个人就可以给月英了 好 大师被一顿揍 还被贴个兵 那这样的话 月英就把大师带走呗 反正知道有个队友吗 鲁肃就死了好了 没杀 可惜是 估计留了 留了几个桃或者防御盘 看国家怎么打 好 国家也决定带落入宿 因为他们心里都觉得 暗将不是这个鼠国 然后看一看国家怎么打 摸到知己之笔了 这下不用藏了 他摸到知己之笔了 你就没有再藏的必要了 那出来吧 二为二 调查人还出来吧 二为二 他还想跟暗将一起 二为二对面 你想多了 然后出来把存了一年的 这个压箱底的锦囊 全给了月鹰 不过这个月鹰的联弩 倒是留队了 直接一波出来 爆发打死雕肠 就可以了 真的是奉奉服 这两个人 这双黄演的不错 一唱一鹤的 接下来又是月鹰的表演时间了 可以八倍速进行 反正有联弩 然后手里那么一大堆锦囊 都打死了 估计这个貂蝉 鲁肃 国家都感觉自己被欺骗了感情 都感觉国战这个世界这么险恶 原来 不能不能再爱了 再看一句 主视角玩家的地叫走 这叫什么 走为常 后面那个字什么 看不清 这边 像诸葛老黄中 马腾周势也可以 只不过周势比较弱 三七八区的玩家 感谢他的录像 有时候 长板坡 后面是 有时候这上面这爱丽 老显示不清楚 原来是长板坡 这一支笔 一看一发 挂个连组过 对了 这局我想起来了 这局可以稍微快进一下 前十分钟 基本上厂上人都在摸牌 气牌 精彩都在后面 稍微快进一下 大概标表身份 前十分钟 基本没人动 都是摸牌 气牌 有AOE放AOE啥的 没有什么实质性动作 借刀杀人 把连组忽悠过来 这边就继续放AOE 这边有人残了 他还放AOE 基本上不是无了 因为都已经有人残了 那么多三血不卖 都残了 刚才放了好几个了 还放 这边也乐三血不卖的 也不是应该不是无 这边有个知己知彼 你其实没必要看他 他肯定不是无 你可以看个其他 比如说没有跳过身份的人 那你看到张角了 那就看到了 也OK 这局真的是够猥琐 前面都 一直都没有人亮的 我靠 各种不亮 不知道是真没卫国 还是假没卫国 这边有人去铁锁连人 拉嘲讽 铁锁连人特别拉嘲讽 而且你拉就拉到两个人嘲讽 这边这个人也不换长距离 还留着这把短距离 留着把短距离刺熊剑 有可能是女的 这边有人离线了 趁机捅一刀 这铁锁也有意思 你不给自己解 然后把那边两个人都连起来 连的比较有趣味性 这局前十分钟就各种铁锁连 那个人铁锁 你也不给自己解了 你还把自己跟他们捆绑在一起 一会吃个酒杀什么的 有铁锁赶紧解铁锁 不解铁锁太伤了 到现在九分钟了 还是没人动 181知己之笔看这面 看刚才诸葛亮看过他 其实没必要 看过你的人 你不用看他了 他一会自己动作 就会告诉你身份的 你就可以推断出来 没必要 这边108左兵右乐 左用右抱 也是强行拉嘲讽 你看10分钟了 没人亮 是吧 我都忘记 谁第一个都亮了 难道这176要亮了 这被人 一下子被人打到一选 还被乐 他要死了 他竟然还有杀 好 这边拉 杀一刀 拉个嘲讽 有人是不是要hold的不住了 果然啊 开始亮将 开始干了 吕布开始练 干啊 这个铁锁直接就是杀起来 杀了这个爽啊 铁锁连连看 有人要死了 还竟然没人死啊 里面张角也是躺枪了 还是有魏国的嘛 魏国刚才都各种不出来了 还是有魏国的 这边有个狮子还不错 你看 这么多魏国的 一下出来俩 让你们不出来 顺一下 你快要我准备收全场了 管你们谁是谁的 爱谁谁 这边必须无限 要不然万一曹皮又把你给翻了呢 曹皮看你不卖 能不卖 暂且先补满 这门张角差点被射死啊 暗将死了 有没有凤厨 没有 哎呦 这么多魏国啊 看着没魏国 藏了十多分钟 最后一看一出来这么多魏国 大boss死了 这局难道都是群雄吗 都不出来 哎呦 这一支笔了 挺好 拿着这一支笔吧 陶的话啊 可以拿了 不给他们 因为后面底牌就剩16张牌了 他把铁锁给夏家了 哎 他看一下上家 因为上家的身份是他不知道的 是个队友 他看下家老重铸铁锁 就直接给夏家了 果然是个女的啊 之前不扔刺雄剑 这个貂蝉独菜 这边竟然是大群雄 因为这边还有一个张角 局势好像不太好啊 有独菜 有话筒 非常的麻烦 这边他还是要救一下的 因为他知道这个暗将是群雄 好 这个曹毕也应该明白 就算你不明白 你看那边三选不卖的 应该翻了他保护夏侯敦 对吧 既然诸葛阳选择救你 那就说明 而且诸葛阳看过暗将 说明这两个暗将里肯定有群雄 对吧 他两个暗将都看过吗 这边你这个驱虎 哎呦 把自己驱虎死了 好吧 然而毕竟把人头送给属国了 总匹送给群雄抢 对吧 送给群雄就真没得打了 一会看看能不能弄死这个张角 这张角案的时候把他弄死 来一口 杀一刀 可以亮将了 当然这边马超他亮不亮 他可以不亮 如果他没什么好将的话 就当白板生砍吧 反正马超嘛 本身是生砍吧 张角其实已经暴露了 他们如果能读读条 是可以读出来181是张角的 好张角改一下 改成黑桃强形给翻面 关心找牌 有火攻有杀 他可以这样管 就比如说火攻 先火攻 看能不能收掉 收是收不掉 应该可能话头有牌 然后再杀一刀 这样的话 控一下这个判定牌 不先火攻吗 先火攻比较好 我感觉 这样的话他背歌正好背歌出方片 然后判出来那两张牌是一张 杀他和一张无限 也没什么用 他也撑不起血线来 这样他可以过一张新牌 刚才还是先火攻比较好 然后张角摸到那张杀和无限 这边自己过到一张新牌 一张顺手 还可以 好 这边是天风 只要张角血线不撑起来 问题还不大 点位被勒了 不太好 之前那会儿还是先火攻比较好 我怎么也觉得先火攻比较好 万一攻中了呢 对吧 还是不太好打 但是也得打 这边他挂闪链了 好吧 这牌不错 拿决动拿杀吧 然后再弄个连弩 如果收掉了 不要 那就都成立 也可以 裂弓之下 还有桃这边 那这边的杯哥就没有空上 张角不敢改 因为那边挨着点位 他怕被强洗死 然后点位就反正随便刚一下 我觉得没必要刚 你这个刚 首先坑出个亮 其实的话 给这个张角送牌不太好 这张角送牌并不并不是很好 好 张角这边为了要那口酒 还是搞了过来 把那个嘉义码弄掉 因为他想要那口酒 这边点位应该还能打出一些输出来 杀一刀 没花 不能改了张角 张角表示不能改了 他可能有闪电牌 他可能要批暗将了 这种局 因为暗将你不出来 肯定他如果有闪电判定牌 肯定批暗将 这也没什么问题 暗将要被批了 幸好是凤厨 可以看出凤厨和周太一样 也是神将 要不是凤厨真的被批死 被批死还真就不好打了 然后这回和马超可以爆发一轮 那还是有的打的 那个梅花 好吧 梅花 他想要桃源 赶梅花其实没啥用 还不如让华陀实在的回一血 实在 你赶梅花 马超随便扔两张牌就可以 他牌反正比较多 这边牌就比较好了 有无中 很难门先顺手 万一有无限 这无中一定要开出来 这样带走华陀 华陀带走的话 接下来很可能就把张角也带走 不过马超也要跪了 马超跪就跪吧 无所谓的 随事嘛 他有随事 又来一个南蛮 马超跪了就跪了 跪了也不是不能玩 先把这几个群雄收了 再说 如果 如果说能找到桃子 还是会比较稳的 有个乐还可以 只能乐貂蝉了 因为貂蝉可以离剑 离剑的话 还得裸奔也不太好 还不如让点位把他打死 九杀 也没闪 什么都没有 这马超 有桃子 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有桃子 桃子和火宫 这边看诸葛亮 观星能找到什么牌了 如果牌好的话 就可以考虑吃了菜 只能让这个貂蝉 啃着貂蝉默默唧唧离剑 因为他在这活着 他不光是独菜 他光独菜的话 好好说 他在这离剑 你一会离剑 夏侯敦吧 夏侯敦还得刚你 你们两个人都好过不了 这边既然来了个家一马 可以考虑吃了菜 猎公之下 吃就吃了吧 反正有个家一马 这边他肯定断诸葛亮了 就靠这个家一马和这个点位打了 反正还有猎公吗 对吧 也不虚 过拆留一下 因为一会点位如果掏出武器 可以给他拆了 过拆不将至过拆这种牌 不要乱打 一定要留住 野公之下 野公还是很屌的 是掉血吧 掉血吃桃 过拆还是留着 不要乱打 稳住 加一马卡就卡死他了 如果他撑不起血线来 就等一张杀了 没杀的话就过 有杀拆到最后一张牌 直接弄死 防止他十九 挂闪电 哎呦过拆有顺手 那这回合把闪电拆了 防止自己下回合被批死 这非常对啊 因为自己还有一张顺手 防止自己下回合被批死 这对不对 你这么稳赢了 你这要被批死可就倒霉了 啊 这样直接顺了 杀一刀游戏结束 不要开无中了 对吧 这个主持人玩家的 这个排品也是相当的不错啊 再看一局 主持人玩家在这叫佛约 无射 异区的玩家感谢他录像 呃 这边选卧龙 奖费吧 卧龙奖费这个组合很屌的 有过牌 有连赢 有可以玩出神匠的感觉啊 看一下这局比赛 挂武器过 前期应该还是没什么人会动啊 这支笔还是蛮不错的 找个四学武将看看吧 容易看到队友 好像就有两个四学武将 看对面四学武将吧 好顺一下贾许 然后贾许就出来了 那你就不要搞他了 嗯 没必要搞他 看见张辽了 生个刀 过了 谁也不要杀啊 不要去拉仇恨 好贾许直接拼下架 准备弄下架 但是没拼过 哈哈 所以说 祭龙这个武将有点蛋疼 这边 孙坚推车又来了啊 又不知道谁要 遭受血光之灾了 反正他这种肯定名将护杀啊 这看见贾许就开始打 然后自己还乱开AOE 开吧 喜欢开就开 你也不怕打到队友 好 这支笔看一下 然后开始兵 这种无脑打的是暴露队友了 我相信他一定不会是装的 真的 这种乱打的 他根本不会装 但是就是暴露队友了 这二章也是 也是没办法 你先把我暴露了 我出来得了 这边这个177 好像无果的样子啊 不是 也不顺兵 就不顺兵倒还好 他把扇子顺了 没扔张杀过了 吃的肯定不能挂 自己没有卧龙 还有香香 杀一刀下架 连弩扔了 连弩扔了是非常对的 那边有香香二张 黄盖这个连弩不能留啊 好 这边杀一刀 国家出来了 国家张辽啊 张辽咱们看过 鞭吃我吧 像这个黄盖看见了奶 也是底气十足啊 毕竟有奶就是娘 拿万剑 原自己抢个闪 他开万剑 不大像群雄啊 因为这边贾许都没有拿到闪 贾许非常怕万剑 不大像群雄 你想啊 那香香一大堆牌 那边黄盖腾甲 这边跳个废物 你这开万剑肯定 国家也不太怕 对这个贾许伤害是最大的 好 不是吴国的纷纷忍耐不住了 见他们爬太多了 好 神党杀神 那黄盖要贵了 没逃还真的贵了 天哪 还有个老头子 这牌也没必要亮过了就可以了 反正那边有国家香香 这个香香这么多头就放弃黄盖了 保自己 也是心狠手黑啊 这个乱舞没啥意思 你这个乱舞打不死人的 能不能想想一堆牌 这个这出了吧 不出来要死了 刚才乱舞你没啥没办法 这边这果断无限啊 要不然刺激一血了 没法玩了 好香香也是 在卖队友的情况下 自己最终还是死了 没办法 兵一下三血不卖的 张辽打的也没问题 这边刘备和他老婆出来了 这货 好吧 你这是在干什么呢 弃了一大堆牌 很赚吗 你还不如 你还不如都给那个谁的 都给卧龙的 你也回血 这牌都扔了 好可惜啊 气了一大堆牌 甭管了 反正你终究是个死 这种局 这刘备回不回血都是死 他死的挺好的 他死了卧龙就舒服了 至少短时期内 不会有人打卧龙了 接下来卧龙就看看局势嘛 看看哪边强就压制一下 这差有意思啊 拆的是个寂寞 看起来卫国有点强势 就可以砍砍卫国对吧 反正你砍了卫国 这个 我感觉可以开个桃园 自己回个血 毕竟自己得回血 自己不能凉血待着 自己凉血待着没法玩 除非你有桃子 你就不开了 不开桃园了 先过盘 没桃子的话 对吧 你自己怎么绷关 怎么着自己现在回去 现在的话可以考虑杀杀寻遇 让寻遇卖卖血 然后寻遇卖血的话 嗯 他越卖血 他也肯定这个越打华驼 也没啥坏处 顺手天阳 顺一下八卦阵 九杀 这边还是有闪 这个国家表示 对这个卧龙去杀寻遇 表示很不开心 然后去偷卧龙 这种行为 对于卫国来说是对的 对吧 你来打我们卫国 我们不能让你 输出复复取报 限制你 如果你不打我们卫国 我们可以不偷你 我们只偷群雄 对吧 驱火 当然也无所谓 自己这边反正有奖费 一会儿也不太去排少 排少的话 就量奖费补牌 这边这个华驼 也是被打空了 先无懈一下 希望他出来 继续压制一下卫国 然而也没什么用 他更可能更希望 就是让群雄和卫国都残血 这样自己容易愚翁得利 杀一下 一口酒 当然卫龙和国家 打这两个群雄 也能打 也不是不能打 没得偷了 只能偷卫龙 这边可惜不是黑牌 是黑牌的话 就可以无懈自己 铁锁 不能和他绑一块 绑一块太危险 而且自己还可以连赢 卫国这恢复能力好强 可以连赢了 连赢到一张神丹满 这个曲虎 你还不如曲虎加曲 不过他也不知道是奖费 杀一刀 继续压 群雄应该是要去了 好的 那这样的话 看看张辽愿不愿意配合 好张辽表示不配合 就偷 让你杀我们 你肯定有虚报 没事 这边不需要排 有连赢 让 让你杀我们 为我 让你虚报 把你的虚报偷了 也没错 对于国家来说也没错 拆不掉 不让拆 就是这么屌 挂个斧子 反正能过牌吗 对吧 把那张狮子扔了就可以了 蒋废沃龙这个组合 说实话真心强 回合外也强 回合内也强 继续偷 其实张辽啊 你可以不偷了 你想赢啊 你自摸才能摸到 关键的一些AOE 什么之类的牌 偷是不行的 抬掉八卦阵 烧一下 胜张杀 那就不能决斗 如果他不是杀的话 可以考虑决斗旅步 这边当然可以考虑 留持乙之笔不留杀 因为持乙之笔是可以过牌的 也是可以当无限的用了 这个国家张辽 只能 不打 打不过群雄 不偷打不过群雄了 开始这个偷群雄了 终于恢复正常了 好的 那你恢复正常了 其实大家都是有机会的 对吧 可以把这个吕布的小红马射了 这边决斗留一下 三尖刀也可以留一下 都是好牌 九三国家应该杀不死吧 国家过了那么多张牌了 没闪的话 还没有点桃子吗 当然了 这种情况下 国家也是有可能抱起来的 因为国家卖了这么多牌 他也有可能一波直接清场的 所以其实都是有机会的 比如说国家 这种情况下有连弩 他也可以清场 但是他好像没有 好 这边不不愿意掉血了 直接无懈掉了 是可以的 反正这边画头被冰了 这边国家反正血线也没撑起来 直接烧他一下 看他最后一张什么牌 他堵他是方片闪 结果还真是方片 直接烧死了 因为这边群雄已经都没牌了 这个画头是肯定死的 所以直接烧死国家 带走画头 这样的话 单挑假许是完全不虚的 有烧吗 对不对 靠烧就可以了 三尖两刃刀 这边还可以连赢 并没有什么用 烧他 对吧 就靠烧就可以了 还是很屌的 你不拼点了 他有仪在牢 他想找桃子 哎呦 这审殿有可能要出事 只要审殿不批 就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把他拆是拆不掉的 对吧 那边还有个连弩 杀一刀 烧龙奖费的组合真心挺厉害 这过牌量 是不是 然后还有防御 行了 这回合只要不被批 就赢了 远兆进攻一开 肯定赢了 连烧再杀 没烧中 竟然 最后还杀死了 获得了本局比赛的胜利 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了 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